我的世界水傀儡怎么做 其实这个水傀儡跟那个雪傀儡是一个东西 就它 制作方法会非常简单 我们看这个人的结构 可以看出来就两个雪块和一个南瓜头 先来摆一下 一个 两个 然后上面放一个南瓜 它会自己激活变成一个傀儡 这个雪傀儡的话 它有一些比较弱的攻击力 但是雪量非常低 几乎是没什么用的 这个南瓜 它可以用这个南瓜种子撞出来 然后雪炮的话 可以去产这些雪地 可以拿到雪炮 这个就是我的世界水傀儡的做法